我們不分藍綠一起反空屋 民眾戴起口罩走上街頭爭取好空氣 高雄反空屋遊行 各政黨都高舉標語出席 現場動蒜聲不斷 一場反空屋遊行宛如選舉大拼場 即將選出的新任市長 深眉許可不要再展顏了 立即處一新打燃眉機組 還我們一口健康好空氣 最受矚目的是 藍綠高雄市長候選人都出席表態 國民黨韓國瑜與台南市長候選人高思伯 屏東縣長蘇清泉三人並肩出席 馬上被韓國瑜支持者簇擁 場面非常混亂 另一頭民進黨陳其邁 也在胸口貼上反空屋要減煤標語 出席支持活動訴求 再提出空屋解放 加速我們整個空氣污染品質的一個改善 整個過程裡面必須有民眾的高度參與 所以未來的空氣污染管制監督委員 一定會有很多的我們市民的一些參與 市民吹 既然要燒一定要燒好煤 一定要燒好的煤炭 那深煤一定要管制 高雄選情緊繃 兩人不放過政見交鋒機會 畢竟空屋議題全台發酵 部分政黨都關切 每走一個場子都要爭取最大關注 歡迎續問連維凱 張元春 高雄報導 小蝦 3 3 2 4 7 7 9 8 7